《認知障礙》 其實《認知障礙》對我來說 我以為是指雙方面的缺乏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之前看過一套戲 《Steel Alice》 就是慢慢開始忘記了東西 因為它裡面飾演一個文學的教授 然後到最後的戲裡面 她的智能只有十幾歲 我記得有一場戲 她的女兒是演員 她看完戲之後在後台 她的女兒問她媽媽 你覺得我做成怎樣 然後她媽媽當她是女藝術 已經忘記了她是女兒 說你做得很好 好像粉絲一樣 你做得很好 那一刻我覺得 很有感受 所以 因為這套戲 我認識多了一點 如果是我身邊的人 發生這件事 我想我會盡可以幫他們 就幫他們 錢方面也好 或者生活方面需要照顧 可以怎樣的提供 我都會盡力去做 我也不覺得需要擔心 是不是會有 因為我覺得 我想每一天生活在一個有希望的世界裡 就算不是這個病 也有可能得到其他病 所以遇到就去面對 我最不想忘記的是 我的 passion 我不想忘記的是 我用很長的時間所建立出來的東西 因為那個是代表是我 而我如果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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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存在 但是 很陌生 不知 那是甚麼感覺 我最不想忘記的是這件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心悠 認知障礙不可怕 可怕在於不認知 請大家多多關懷 認知障礙症 請大家多多關懷 一會兒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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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